市长谢果良的父亲谢修平在24号凌晨病逝 因此市长就职满周年记者会改由副市长邱佩玲主持 记者会一开始副市长邱佩玲说 她的父亲与市长的父亲谢修平两家有着深厚的情谊 对于市长父亲谢修平的离世 她以沉重的心情表达相当不舍 大家都知道因为市长的父亲 所以她今天不能出席这个会议 对我来说我也很难过 是因为谢修平主席跟我父亲是两代的好友 他在当民国73年我父亲到省的时候 他那时候是省议员 就不断的帮基隆争取很多的预算 我昨天回去还调了资料 跟我父亲有很多的互动 协助基隆的建设 后来卸下省议员以后 当了省府的顾问 也不断的在基隆 努力的帮她争取更多的福利 到后来我父亲到考试院需要国大代表的支持 那时候谢主席是国大代表 我看到资料 父亲还亲自来拜访她 两家有非常深的渊源 她跟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其实对我来讲 今天心情是非常复杂 我必须要讲出 市长在这一年这么的努力 带领我们的团队 她心中在想什么 她做了什么 但是也同时间对我们以前的大家长 过去在帮基隆争取而感到不舍 记者会中 副市长也带领社会处 环保局 交通处跟纵发处的处长与科长 说明一年来的施政重点 同时市府团队也积极引进外部资源 一起来打造友爱城市 市长很希望用企业的力量 跟基隆来结合 共融共好 所以我们起初有做了一个 爱三路的地下人行道的任养 在包括那个城隍庙旁边的 LUSUS的后车亭 那我们明天会有元大银行的后车亭 后续还会有烟酒公卖局的 还有一个是台序的 还有一个是新宇航空的 再加上国泰市华任养城隍庙旁边的 地下人行道 我们希望企业用他们的力量来认同基隆 同时间他们的美学 也可以让基隆变得更漂亮 副市长也提到让他很感动的是 市长上任后 积极以友爱和同理心 来进行各项市政活动 我们讲举例了 像我们在地下人行道的任养 我们所有的友善空间 是我们第一个考量的 每一个都会说 我们要隔一个友善空间给行人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 我觉得今年的跨年的演唱会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记得我第一年来的时候 我在台上是下着雨 但今年我觉得体育场可以充满了快5000个人 线上直播看的人有2500个人 有7000多个人快1万个人 可以看到基隆的欢乐 那甚至我看到媒体有说 有一位八几岁老太太 她这一辈子没有看过演唱会 她能够来看 那我觉得把这种我们过去可以常看到的 让基隆所有曾经没有用过的人 他们可以分享到 我觉得是市长最大的心愿 市长谢国良以小市民 小爱爸爸的视角出发 在过去一年的施政 像是礼让行人 干净家园 室内儿童乐园 城市美学 逐步将基隆带向以城市为家 视市民为家人的友爱城市 未来基隆预计会有港景乐园的落成 与引进国外课程到基隆 鼓励学童在地升学等新政 副市长邱佩玲说 感恩这一年来市民朋友的支持 市府团队会持续用满满的爱 来填满基隆各项硬体建设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